我们看到不怕共军的军演 台股的虚惊一场反而是震出了好买盘吗 今天看到台股不只有富国神山群的出现 连最弱的重电族群都来支撑大盘 因此今天的台股是不是有弱中透强的味道 确实就是这样 其实在这一段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们一直讲邪恶离五国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看法都不变 事实上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20800守住的话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大家就想说现在是215多了 20800的话到底跌不少 还有700多点 但是我觉得确实在大家的看法还是不变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会发觉你看像昨天军演 好像是不是大家又紧张了 昨天开高走低 但是开高走低完 跌破平盘就马上又上去了 所以其实昨天的盘势就告诉我们 其实还是蛮强的 但是你说来到高档的位阶 当然昨天是全只股撑牌 所以昨天对一般散户而言 会觉得说哇那个 怎么体感散户是没有的 真的是体感跌幅嘛 对不对 概念上大概也还是这样 但是我们必须提醒一个点 因为其实我们从最近 我们会发觉是外资真的就是 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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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中间稍微调节一下 结果又继续买 所以我觉得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大家想如果外资真的 在那个联总会 利益决策会议等等的状况底下 这个应该说利益政策 比较确定的状况底下 我们一直说外资是有机会回流到新银市场 不是吗 那其中当然台股就是在 AI的风口浪尖 我觉得概念上就是如此 所以说外资持续回流台股的状况 我觉得大概没什么变化 所以概念上我们会发觉 其实指数在高涨的时候 外资是一直在做调节买进的动作 所以 而且他还要想一件事情 外资当然你说第一个要敲台积电很合理 但是他也不可能只敲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发觉 其实在全资股这边也有一些轮动 概念上大概会是这样 然后包含一些像大型的股票 包含像什么3034 昨天也很强 这个反而之前还有同学 跌破季限怎么办 其实客观讲 我会觉得它是比较像是一个相形的格局 虽然外资看起来好像持续站在卖房 但是你看默默在走墙 所以对一些大型的股票而言 我会觉得外资你说持续回头来布局的几率 倒是高的 但是我们就要思考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样的策略 因为对于这种外资而言 他们买 应该怎么讲 对于这种比较比较比较正统的资金而言 其实他们当然大股票是一个选项 然后产业别是一个选项 而且他们可能因为资金大 资金量体大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 我觉得第一个不同资产的配置 就是不同的族群 所以我觉得经济有一些族群 你说当然像刚刚提到的 像重电族群先忽然拉一下 不过客观讲重电这一组 你说外资行有偷偷默默在买 但是你说散户要赶快进去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倒是不必 因为毕竟以它的状况来讲 我们先举1513中心电为例好了 它在哪里 5月13号就一根长黑跌破的季线 所以像这种格局 我觉得比较偏向空头格局的 我觉得就要小心一下 但是我们会发觉 像今天有一些转强的个股 像什么 像8255的蓬城 像这一组好像很久没有人在注意了 但是你看以蓬城的角度 你会发觉怎么样 大概从5月初啊 5月6号之后 外资就是默默买默默买默默买 然后今天忽然拉一根 涨了6%多 像这一种类型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因为其实过去的例子 我们可以举向什么 像2353的宏基 宏基在什么时候呢 在其实在前一波 前一波低档区的时候 大概在哪里 11月多 11月21号 之后我们会发觉 外资偷偷买 一直默默买 股价都没涨 然后忽然急喷一大波 然后近期我们会发觉 外资好像 他们上来就有做一些调节 但近期好像又偷偷回头 再买 就又上去了 所以其实 如果大家是想要做一些 埋伏大资金的动作的话 我会觉得可以观察一个趋势性 就是如果真的筹码一直在布局 像825 近期的这种状况 你说 低档就慢慢买 而且股价都没什么动 那像这种 你说我们跟进去 跟着布局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机会就是有的 其实概念上 我觉得操作上 大概会是这样 然后另外 我们今天我觉得可以 注意一下的族群 因为昨天我在其他节目 刚好聊到这个 像那个创意 像IP族群 创意这个位阶 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他在那个前面一段时间 看起来有一点头肩底的一个跡象 然后这一段的景线 我们大概可以抓大概多少 1410附近 我们都抓整数码 就1400嘛 对 所以1400这边 其实是站上之后 整理了好几天 整理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转强 我觉得看起来可能慢慢有了 因为他月线已经开始翻扬 所以前面这一段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来到大概在4月底的时候 4月底5月初 来到这边挑战季线 上不去 回头 测月线之后 月线守住 然后后面就站上了 所以近期 我觉得也可以注意一些 这种低档转强的个股 不过当然这中间 我们也是提醒一下 比如说像三列六一的四星KY 这一组IP里面当然是 创意我觉得近期应该是 看它当指标 但是你说像四星KY 在这边 它之前挑战月线没有上 然后又回头 所以这个地方 月线能不能够站稳 能站上月线 然后月线也开始翻扬的时候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进场时机 包含大家很关心的 像3035的支援 那当然支援这一种状况 前面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几次挑战月线 大概3月4号5号左右的时候 有一次挑战 然后4月2号 然后4月8号 然后甚至后面 在4月19 这一段 每次挑战月线都是怎么样 都是鲨鱼而归 概念上是这样 但是我们会发觉 这一段下跌的过程 从几跌 几台 然后几跌 然后其实它的这个跌幅 看起来是有一点越跌越小 概念上有点像是这样 所以有没有机会慢慢的 去找一个底部 找一个支撑 我觉得也可以注意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 是套牢在这里的 所以这边 但是你说要不要急着进场 去做一些加码 或者是说拆底的动作 我觉得倒是不必 一样的策略 就是他们这边 如果真的有机会 打第二只脚 然后等它站回到月线 然后月线也开始翻扬的时候 我们就再来找进场的机会 因为毕竟 我们讲电子族群里面 IP族群大概有一些特色 就是股价高 所以这一波的跌幅都重 跌幅都重 所以外资有没有机会回头买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转机的迹象 这个部分我觉得大概会是这样 就是对于一些大型股票 或者是主流股的操作的方法 那这边其实也可以注意 像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 像那个什么 被动元件的族群 其实整个电子股的景气 是不是持续在复苏的路上 我觉得目前的状况确实就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说回头的话 像之前我们讲记忆题 记忆题那时候我们是推荐2451 那时候我们在哪里 好像是1月底附近的时候 八几块 88块附近 最近一路涨到114块 到目前也是10.5 所以涨幅也算是真的涨了一波 所以你说记忆体 被动元件 或者是说面板的族群 这几天面板也很强 这几天面板也转强 包含今天早上还有什么 2489的瑞宣 还供到了涨停的价位 其实像瑞宣这种状况也是 你会发觉好像低档 也是外资默默在布局 布局一下 整理整理整理 今天就创高了 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是这样 在电子族群里面 其实资金就会持续的 进场去做一些布局 布局的动作 那当然大型股可能就是布局 抱一个波段 但是我们会发觉有些低位阶的个股 如果他布局一段时间都没有动的话 那其实都可以再做一些思考 譬如说我们再举另外的例子 譬如说像6415 系列KY 其实你说在电源管理IC的部分 其实近期也有转强的迹象 包含6719的例子 因为像这种是什么 都是在电子产品要组装的时候 都一定会需要的 所以要好一定会都跟着好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会 我会都在提醒大家一个事情 就是你说在那个整个电子业 其实你说之前是不是 遇到一些比较低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 但是近期确实是很多的 那个应该说营收 营收都开始有一个回温的动作 所以客观来讲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还是要尽可能的 把我们的资金水位 就持股的水位拉高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 完全偏多思考 我觉得概念上大概是这样 所以很多同学近期都说 哇怎么办 都是股价都在 台股都这么高了 还能买吗 大家每个人的问题都是这样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这样 一路看过来你就知道 我们跟大家讲的策略 就是这样 就是一路就是偏多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觉得 对于一些还不敢进场的同学 你也不要想说 哇只是这么高怎么办 会不会没有股票 不知道要买什么 这时间点我认为 还是应该要勇敢 大胆的进场去复取 这个是目前对排斥的一些看法 给大家做参考 既然刚刚提到世新KY 我们就要提一下韦颖 因为他们这个股后争霸战 昨天本来韦颖超车世新 不现在好像又被世新KY 给追上去 那本来还想说这韦颖有没有机会 作恶忘义也就是谷王 结股谷王姓华今天很强 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 因为当然姓华 哇姓华 我早太还没注意到 你一讲居然亮灯锁在这里 其实重点 重点 其实你看延续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我们这几天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上什么 6117的银广 对不对 银广延续三更涨停 只有今天其实在平盘上下震荡 虽然震荡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客观来讲 你说涨了三更涨停 大家什么获利了解的卖压等等的 这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说早盘做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我觉得这个状况合理 但是银广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它 其实银广当然之前 大家讲是那个饥渴族群 就是伺服器的族群 但是呢 当然近期说有一些散热的题材 但是你看 从伺服器这一端 我昨天在其他节目 也刚好跟大家聊到这个问题 其实坦白说 你可以看像那个银广 我记得他到目前为止 累计生年增率大概来到59%多 但是你看相对应的像8210的清晨 其实他目前累计生年增率 也是来到57%多 而且投信持续在布局 股价也没有真的很明显的大涨 就你看6117 银广喷了三根 所以有没有可能 这伺服器的这一块 其实客观讲在整个AI的风潮 AI的革命 好像今天听到新闻说 黄仁勋说什么AI的工业革命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个风潮底下 你说对于伺服器 是不是持续的需求 会持续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没有疑虑我觉得真的没有疑虑 所以像为什么5274的信华就是这样 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那个 那个伺服器管理晶片厂 所以你说会不会强 其实就告诉我们说 你看像这种股票 都可以涨平板 3000多块的股票 到底是谁去买的 对不对 不是你不是我 但是OK 有大资金的一张360多万的 对不对 一张就一台特斯拉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一台一台车这样进去 把它拱到涨平板 那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趋势就是没有问题 所以你说当然高价的股 股票也许大家比较不会碰 但是你说往其他的低价的族群 或者是说相关的那个题材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部分是对伺服器的角度 然后另外 从伺服器的角度 我们也可以再往下再思考 其实你说 像一些先进制程的供应链 刚刚讲到IP 对不对 你看像我们老朋友 6223的这个旺系 今天还来到涨平板 对不对 其实你看那时候 我们推荐是多少 200出头 到现在是多少 涨平来到517了 涨平来到517了 但是他就是 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一直说 他就是什么 在整个先进制程 就相关的供应链 因为他是本身探针卡 检测设备等等的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什么VPC 垂直式的探针卡 跟什么悬臂式的探针卡 等等等等 我们讲了一大堆 对不对 虽然大家不见得有听懂 但是你看股价是不是就一路走 一路高歌猛进 一路在创高 当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当大盘在大拉的时候 他是小拉回 然后一路 大盘一转正就马上创高 所以其实概念上你看 这一些的股票都是一个产业趋势 都是一个产业趋势 而且昨天我们在讲台积电的论坛的时候 我记得有个消息是说 今年的COLOS才能好像增加三倍 最后三倍的还是功不应求 所以你说这些的过程中间 有没有什么都是值得去注意的 你说说看像如果我们讲到COLOS 像今天早上3055的魏华科 昨天已经涨停了 对不对 昨天涨停早盘稍微开个平高盘之后 稍微跌破平盘 马上守住平盘 结果你看再送你一根 这种状况就是 你看都是一直有机会去上车 对不对 那当然涨到涨停的股票 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一下 比如说之前我们持续帮大家追踪的 像2359的索罗门 你看 昨天高涨震荡一下 但是你看今天的状况好像 并没有转弱的迹象 并没有转弱的迹象 就今天这种格局搞不好又要拉一根涨停 所以你看像这种股票 大家都觉得很妖 确实也蛮妖的 但是你说高涨大震荡 昨天白鲜洗出场之后 其实你说这个大量的价位 如果守住的话 如果守住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抓哪里 抓5月22号的高点 166.5 所以166.5这边如果持续守住的话 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这个股价 看起来也都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行情好像也都还没有走完 所以你看整体来看你说像旺西这种可能是有基本面支撑 一路一路在上涨的个股 包含像索罗门这种 其实营收也还在衰退 但是有题材性股价也涨不停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告诉我们说 有基本面的也是持续的一路涨 没有基本面的 有题材的也是一路涨 那这就是完全多头的氛围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包含 我觉得比较没有基本面支撑 就是比较话题性的 包含像什么 像3450这个联军嘛 在光通讯的族群你看今天啊 3234的光环也拉一根涨停 这一段也都是非常强 而且前面一波涨上来之后 一个横盘的格局 今天又是一根突破 今天又是一根突破 所以你说像这个相关的题材 有没有机会 像联军其实也是 昨天是几乎是撤了前波的高点 结果今天怎么样 马上上去就一路就拉到掌停板 所以这个状况你看就是在 当然你说大家是不是 要去追逐一些 比较没有基本面的公司 我觉得这个当然 当然可以讨论 但是意思是说 从这个氛围上来看的话 其实各式各样的股票 有话题的也好 没有话题的也好 其实慢慢都是有资金 持续进驻的一个状况 那像今天包含也还蛮强势的 像航运的族群 其实航运的族群 当然前面在五月多的时候 五月初的那一段 六号六号开始 那时候我们就在讲万海 就拉了一波 被关紧闭 但是你看涨上来这个状况 其实外资也是持续在买 对不对 外资也都是持续在布局 甚至包含养民 这个外资也是持续在布局 所以说涨上来之后 这一组反而是形成一个高涨横盘的格局 但是筹码并没有转弱 所以外资也没有走 甚至还是默默在买 好像这种状况 你说后续有没有机会再拉 看起来我认为都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会觉得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呼应一下 一开始的话题 就是外资在这种格局的时候 其实他们必须要资金分散 然后全面性的买 所以很有可能什么 不动的股票你就注意一下 因为外资有在买 就开始来布局一些 然后在不同的族群上面 稍微做一些分散 但是我认为主力还是在电子族群 这是一个点 然后昨天还有一家公司 像3090的伊甸茂 像伊甸茂 当然是台湾最大的被动元件的代理商 你看前面那边 5月3号这边 就开始做一个大涨 然后涨上来这一波稍微做一个整理 稍微做一个整理 但是你看也完全没有转弱的迹象 靠近十日线之后 就是一路在十日线之上 每次碰到十日线就止跌了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说像这种格局也是 你看外资也是默默的在买 偷偷买 然后全天稍微卖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昨天大前天 然后昨天前天又开始买回来 然后你看股价也都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所以像这种的股票 我觉得你说都有机会 后面持续的再往上挑战 所以这个时间点就是 选对股票 然后要稍微有点耐心 然后高档洗盘 当然这个时间点的进场位积就很重要了 你如果进场的位置好 你买完就是稍微至少是赚钱的 你心情就好 心情就好你就比较抱得住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然我觉得应该积极 但是你在选择进场点的时候 当然这个当然一时半刻讲不完 但是我觉得稍微 选一些安全的进场点 或者是用一些策略性的 比如说我先买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再找机会买 类似这样的操作方法 我觉得在这一步行情 应该是持续很容易有收获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